大家好,我是小胖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场见会的暴力对决 也是很多小伙伴问我 十八利的比赛怎么不错呀 正好昨天兄弟跟十八利打了一场 咱们看一看 那关键方双血什么意识和化身加地货的组合 对家方上的是一个双灵波意识和化身加地货的组合 对面也是鸟阵 被关键方累阵小克了5% 可以看到对家方抢速度的决心还是比较大的 首先是开了一把鸟阵 其次全员变了大花卡 全场九张大花卡 最为尴尬的一点是 对家方可见的抢速度 又是鸟阵又是大花卡 关键方这边依旧是拿到了一到四速 所以说对家方这个大花卡变得呀 根本没变没什么区别 根本没变没什么区别 开场对家方直接搬将脚海 看看能清掉关键方几个夜罗刹吧 哎呦直接双神 清掉了两个 一手金刚拉上 先把对面地府给他摁掉 放下图刀针一人 对面这个速度可太尴尬了 师托直接一手疯狂音机 就对家方不变大花卡 我估计对家方也应该比关键方师托的速度快 因为第一是鸟阵嘛 第二关键方师托也没变小夜卡 变的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幽灵卡片 破雪狂公 对面先给关键方吃了一手破碎 但这手破碎 没控住关键方师托 剑荡四方套 下回合关键方这边还得分出一个宝宝去 给师托卡个拦药 不然师托应该是没拦了 少了一个大飞机 林波选择破碎 那给到关键方的压力还是比较有限的 关键方这边也是第一时间给师托卡上一个大拦药 小死亡接着点对战方的地图 业务精神跟一手两千 163能不能扛一扛不行 直接倒地 关键方还出了一个虚迷去补伤害 关键方再来一手破碎 关键方师托还是不能飞 还是不能飞 用破碎来解决问题 范江脚海 飞出来了 那这波飞下来 关键方夜落叉应该是没了 应该是没了 两回合把关键方夜落叉全部清干净 关键方比较惧怕对战方这么一个地图 把地图摁死以后 关键方就可以放心的磁房了 不然人家对面也给你挂小死亡 关键方也难受 只不过剩下的时间 关键方得硬扛对面三个物理系的输出了 看看下回合能不能再点一个吧 化身死还得接着舍身取义 只有一个雪神木 伤害稍微有些不太够 下回合石头领要休息 化身死也只能舍一个 所以关键方只有一个雪神木的输出 哎呦 这临终鸟的宝宝好疼呀 打过来 舍身取义 只能先保一个 也只是舍了将近一半多一点的血量 雪神木实在是血量太高了 一手血雨扔下去 没输出了 另外一个雪神木可以扔个金金五 啥的 也是有点伤害 或者是琴三叠 关键方这边有琴三叠的 换寻米 对面凌波没有死 四千五 关键方也有点不太好打了 赶紧卡个大金 再来金涛弩 雪神木倒地 关键方可以谋划一手磁行了 没小磁行的话 磁行起来比较方便 这也体现出关键方开场 点杀对战方地府的这么一个正确性 地府差一点点 再来 哎呦没打着 可以划身色 直接吃 救起三个 一个雪神木 再加一个石坨的话 对面这个琳波 小命有点不太好保呀 黄泉之息 直接抓死 没有再次触发163 又是一手破碎 但关键方场上有两个超高速的宝宝去保驾护防 所以说关键方这边也是可以第一时间给自己的地府卡上一手烂药 不耽误他挂小锁 哎呦这些宝宝 威力太大了 磁吸吸走 地府可以站起来 看看关键方地府怎么操作吧 要不要挂小死 主要是速度太慢了 关键方地府全场七速的地府 有些操作他打不出来 一手雪宜扔过去 再针对关键方的石坨 一万 九千 再倒地 那关键方继续持行呗 罗汉盖盖 防关键方这边的一个须弥 人给石坨看来要 关键方神木在休息的时候 正好可以当配素去使用嘛 反正他休息也没事干 这小锤子啊 四千四 对面石坨也是小嫂倒地 哎呦这样下来 队战风没什么输出了啊 只能依赖前排的宝宝 不过这些宝宝也抵得过 一个石坨吧 这些宝宝的叔叔 绝对抵得过一个石坨 对面凌波也可以站起来了 关键方也难受的 也没想象中那么舒服 舍身举业 再舍一个雪深墨 小嫂没挂中 挂地府 小嫂有点难 有点难 地府这个门派 本身他靠不动 挂身色活血 暂时也是活不上 哎 对面直接开了一手 无坚地狱 这这手无坚开的 给谁开的 还不一定呢 现在无坚地狱 送走自己的比赛可太多了 再来一手金套诺 挂身色 哎 挂身色倒了 这波对面雪转 关键方可以第一时间 去补一个洋户 让挂身色早早地站起来 不然站在地上躺两个回合 也有点委屈的 石坨也倒了 可以直接换洋户 来一手磁航了 洋户直接换 一手磁航直接 揪起来 对面刚才的这波操作 又摆给了 又摆给了 现在反而轮到 关键方反击对面 对面地狐也跑过来 打伤害 地狐也跑过来 打伤害 挠了一下 他还是用技能挠的 这个不是操作失误了 他就是用6-5量 过来挠了一下 他就是想压制 关键方的人物 以为关键方这边 会用药去拉起石坨 这样的话 地狐可以守住 石坨领的尸体 让关键方少飞一次 但没想到 关键方直接就辞行了 所以地狐这个操作 也没有任何的意义 那这个时候 无间对面成功地 把自己送走了 关键方现在 可以针对化石坨 小死亡 还是继续垫地狐 防止对面磁行 认了这么多无魂 但是对面方也并没有去磁 也并没有去磁 有的时候化生死 他不敢磁 因为现在化生死 身上的状态 实在是太差了 十回合的大死亡 十二回合的小死亡 他一旦磁行 他没血没蓝 空血了 关键方随便一个技能 就能带走对面化生死 所以他不敢磁 不敢磁 磁了以后化生死 直接就摆给了 肯定站不起来 十二回合的小死亡 你怎么往起站 想也别想 洋户是直解大死亡 不解小死亡的 这个是个基础知识 但是有很多 长时间不玩梦幻的小伙伴 他不知道这个东西 再来一手飞机 关键方没宝宝了 关键方也难受的 看看最后这个宝宝 哎哟 点防御没死 化生死疯狂的吸收 射身局先救自己 只要没有死亡状态 中无魂舔过来了 关键方雪神木去磁行 化生死现在也是不太好磁行 身上的大死亡状态 十个回合 倒地以后 也不太好往起了 所以说化生死 还是先选择舍身去 也没敢死 也是没敢死 熊弟一直存在问题 就轻宝不能力差 所以队长方开场的宝宝刀 现在还没清完呢 还在 那对面现在是没什么太大的机会了 化生死继续吸收 看一下身上的大死亡 在24个回合了 24个回合 24个回合的大死亡 换六个洋裤才能解掉 六个洋裤才能解掉 这化生 再把这个宝宝处理掉 再重无魂 这个化生都快哭了呀 站起来就飞机 对面老师没地步 给不到关键帮压力 倒了也就倒了 倒了以后一走 刺行 只要常常还有个宝宝就行 小死亡再点尸陀 吸收 对面化生也是一手 舍身取叶 主要是这个叶罗刹卡片 没变 对面 也不是这个 这个也不是主要的 对面化根本就不差输出 还是一个节奏的问题 还是一个节奏的问题 因为兄弟跟这些顶尖三无礼打的时候 也就是胜率一半一半吧 一半一半 五彩娃娃 骗自己啊 这五彩娃娃纯属去骗自己 没有太大的意义 扛不了多少伤害 现在扛伤害还是以 指儿 破元伞为主 五彩娃娃效果 很差 实属是无奈 赌结金深宝地厅 战狸有没有人给加战狸 学什么 去加战狸 维言也有了 再加一个 连环机跟一手 还有一个地厅 比赛差不多结束 地厅威力还是有的 兄弟他们团队地厅也不少 关掉玩笑 当然跟豪门没法比 也不用跟豪门比 就是跟这些普通三公团队比起来 兄弟的地厅算多的一个 感谢大家所感 记得帮我查点赞 来一个超级推荐 让更多的小伙伴 能看到我的视频 结束了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